最新的劇情就是監察院 昨天以7比4彈劾了管周明 原因是他在擔任國發會主委期間 寫了專欄 然後領了稿費 這一個彈劾的委員會 是由陳詩夢所主持 看到陳詩夢大家大概就了解說 這一個彈劾所謂而來 他說監察院對管周明 擔任國發會主委期間 違反禁止兼職的規定 匿名為一周刊撰寫社論 月齡5萬3年獲利190萬 如果是偶一為之沒問題 但他是長期經常性的公稿 所以就依法彈劾 所以是因為他在一周刊 寫了一個專欄 然後認定這是公務員違法兼職 管周明這邊第一時間的回應是說 他如果看到公文之後 還會再跟律師團討論如何回應 不過律師團之前 都已經寫過相關的訴狀給監察院 不知道監察院有沒有收到 監察院這一次談和管周明的理由 引用的是全序部的幾個函 包括了全序部的82025號函 告訴大家的是說 公務員私下打零工 如果本職無設保密性 及專業技術性無損公務員尊嚴者 尚非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第13條經營商業 及私下打零工 這算不算私下打零工 另外全局部099-3185-240號 說公務員如果擔任電視 或廣播電台的節目主持人 性質應該屬於非常態 且未知心者違憲 這個就是俗說的彭文正條款 他擔任常態性的節目主持人 這到底算不算是兼職 彭文正因為同時擔任 政論節目主持人 跟台大的新聞所教授 教育部因此訂出的彭文正條款 說要非常態未知心 他是常態 所以他當時被認定為是兼職 全局部第1553441號 說公務員在參加電視節目演出 就是一般上通告 業餘性質而無金錢報酬之給付 不妨礙本職之工作 非違反不得兼職之規定 所以公務員參加電視節目的演出 要業餘性質 而且要沒有薪酬的報酬 才能夠算不是兼職 其實這整件事情到底寫稿 寫專欄這件事情 有沒有違反公務員不得兼職的規定 曾經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有過一個解釋 這是權序部去含要求大法官會議解釋 大法官會議應該就是 已經是最高最高最高的 法令解釋機構了 應該不會有人比他還要高了 監察院應該也沒辦法超越 司法院的大法官會議 這個大法官會議解釋說 公務員不得兼任新聞紙類雜誌類的編輯人 總統說我沒有同意管中明上任 是葉俊榮自己偷跑之後 監察院就做了彈劾的決議 這中間是有政治劇本的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是說首先就權序部的這幾個解釋 你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 就這個事情本身 管中明他其實毫無違法的事實 他也不是去一周刊 就是他不是去媒體上班 專門的撰稿 他基本上就是投稿 可能媒體給他稿費的方式比較優渥 但是他並不是在那邊兼職 更何況已經有寫了 如果你是投稿的話 根本就是跟你的 反正他就是沒有違法的行為 好 簡單講回來 這其實一模一樣的 跟他要去出任台大校長 他的整個的領選的過程 他的資格其實是完全合法 合乎規定的 他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為什麼他一年多沒有辦法上任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很簡單 就是綠營有很多人 把拿到政權了之後 包括像台大這種 與政治無涉的最高學術機關 他都要把它當作是 好像個人的私產或者是禁卵 所以在民進黨內或綠營內部 類似像李遠哲這種 自詩為學術上面的大佬 老大龍頭 所有全台灣都要聽他的 中研院的院長也要他指定 台大校長也必須是他的人 怎麼可以是一個跟他不同政治色彩的人 來當台大校長呢 所以開始私設刑堂 一路列屋 一路追殺管中民 一路黨管 那到今天的監察院的做法 也是一模一樣 那讓全台灣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可是我覺得很悲哀 民進黨內部的人跟隨其武 喊打喊殺 換了幾個教育部長 最後在民進黨徹底崩盤敗選之後 在清理戰場的這樣子的一個檔口 葉俊榮終於讓管中民上任了 就像他們終於把吳英明換掉一樣 可是四大佬依舊不爽 人就很怒 當時叫你們換管嗎 當教育部長你們不換 黨管黨的不力 然後現在又讓這個根本選不上 總統的蔡英文 無法連任的蔡英文 還想繼續連任 還讓管中民莫名其妙地上任了 所以四大佬他毫不忌諱 出來就講了 訓了總統一頓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悲哀 這些人毫無民主素養 毫無法治素養 而且他好像覺得他講什麼都是對的 他講什麼都是天條 我們所有人通通都要膜拜 通通都要跟詢 也不把民選的總統蔡英文放在眼裡 之前已經受到羞辱了 今天還是如此自意而為 但我覺得很悲哀的是蔡英文 即便是如此 他還是要講 還要在後面化蛇天竹來個 這個真的是很多餘 我當時其實是真的是不知道 我真的是被葉俊榮給突襲了 我也說不可以這樣子做 很後悔沒有打電話阻止他 到今天他還要演這一齣戲 我真的是覺得太悲哀了 一個民選的總統 而且他當時是大贏對手300多萬票 可是他卻沒有足夠的政治能量 來處理黨內的這些東西 包括吳英寧 包括管中民 都不是在他的施政優先順序上面 更不是蔡英文主導的民進黨政府 想要開闢的戰場 但是他們都整個服務院黨被捲進去 而且在裡面 簡直是陷入18層地獄 無法翻身 今天又來了 我覺得怎麼會有一個政府 被一群莫名其妙的人挾持至此 那他們卻不能夠 贏面的去面對他們 那民進黨只要有一天 不管誰 從以前的陳水扁到今天蔡英文 我更不要講他們黨內其他的人 沒有一個有辦法來面對 這一群莫名其妙的人 這怎麼是民主獨流 就跟剛剛講的三立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什麼水準 這是什麼內容 三立的話不達成就算了 這些都是堂堂還得了諾貝爾獎 所以那當然因為他不是諾貝爾民主獎 也不是諾貝爾和平獎 也不是諾貝爾法律獎 他的專業化學可能很厲害 但是其他的 教改被他改了一塌糊塗 他根本就已經是變成 台灣教改的罪人了 如今卻還是如此傲慢 不過我稍微補充一下 我對韓國瑜一點都不擔心 也一點都不需要緊張 從他選舉不可能選上 他的命就很好 就有逆爭上緣 民進黨就不知道為什麼 吃錯了什麼樣 對 就逆爭上緣 真的是這樣 民進黨就集體 不知道吃錯什麼藥 只要遇到韓國瑜的時候 就出來亂罵一通 然後就越罵越紅 你想想看 如果沒有蚯蚓 怎麼有今天的韓國瑜 所以今天這一群民進黨 然後什麼三立電視台 是一樣 他如果說認真問證 未來馬上要登場的 這些民進黨的市議員 想要紅最好的方法 就是搭上韓國瑜 要不然就當韓國瑜朋友 要不然就當韓國瑜敵人 就這麼簡單 但是問題是說 他們這麼瞎搞 我覺得就更不需要擔心韓國瑜 大佬不用煩了100天 他們這些人質感也不會提升 就是說他們亂韓國瑜 鬧韓國瑜的質感也就是這樣 也就只能這樣 也就一直會這樣 他這樣子下去 韓國瑜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就是每天都高枕無憂 而且剛剛講到他太太 韓國瑜還出來講 他那一天坐車也不敢坐公務車 他帶去的禮物 也是他們自己掏腰包 去跟契約熱捐來的 也沒有用一毛錢的公務預算 所以韓國瑜不是素人 我說實在 他也不是柯文哲跟柯文哲他老婆 他太太也不是素人 他們曾經都有政治歷練過 其實他政治誠實是非常清楚 他也很清楚說 大家會拿放大鏡顯微鏡去檢視他 所以我是一點都不擔心 更何況這些人的放大鏡 跟那個顯微鏡都過期都有歪掉 那個聚焦都不準 亂照一通 所以就變了 我覺得他們這些人真的是 我這麼認真的輔選 都不如他們 他們的輔選 比我去輔選有利多了 我到選舉後期 我就有這樣的覺悟 你不要現在就開始推卸責任 不過這一次彈劾管中民 是不是這個四大佬的怒火難評 所以一定要用彈劾這件事情 來平息四大佬去怒 我覺得四大佬 跟這一群監察委員 直接的連結應該是沒有 管案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案子 在監察院的手中 我覺得他起碼八分是政治 只有差不多兩分 或者兩分以下是法律 要不然你何以解釋 投票的結果 這個所謂民進黨的蔡邦 蔡系 對 陰系的監委 他們是有多少 有七 六加一 不是 不是 他們有兩個提案人 不可以投票了 所以有六個 最後是七比四 然後有一個是馬提名的 馬提名的過來了 所以扣掉以後 大概民進黨所謂綠色的監委 幾乎都投出來了 馬英九的一共有幾個 有十八個 十八個 這個院長 副院長不投票 扣掉 有十六個 有十六個 竟然只投多少出來 只投四個 四票 一個跑掉了 只投四票 而那個跑掉的 我還去查了一下 那個跑掉的那個 是檢察官 馬英九一共提了兩個檢察官 這是其中的一個 所以你不能說他沒有法學常識 也是他基於他的法學判斷 決定說他要跟綠營的投災 這個我們不知道 現在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說 這個監察委員告訴我 他們其實今天也覺得很窩囊 因為監察院現在是兩極化 高度政治化 讓屁股決定腦袋的情況的嚴重 我覺得比美國的最高法院的不差 比我們台灣的最高法院 也差不多 你看那些意見 那些意見 就是說到底你這個稿費 有沒有這個經常性 數目大不大 那是擴充解釋的 就朝那幾個方向 還有你匿名 你沒有匿名的話 你的作為就是媒體單位的一分子 這個類似的解釋 但是那個其實都有擴充解釋的味道 你要這樣擴大解釋 你的基礎就不夠穩固了 但是我還告訴大家 一個秘密 我告訴大家 如果管眾民的所作所為 那台灣做類似事情的多不多 多 非常多 而且他的層次高不高 高 非常高 要有分量人才可以擔任出病 你曉得多高 很多 包括五院院長 連五院院長 部長 現在的五院院長有沒有不曉得 但是他們在很多在當學者 在當官的時候 用匿名寫專欄 寫社論的一大堆 要做就大家同一個標準來做 所以現在麻煩就在這裡 如果你工程會根據這個 處分他的話 那些人不在處理 屁屁刷 刷在等你 如果你不處分他 那監察院這個是白幹的 又撕掉監察院的威信 所以這個依這位都很奇怪 就是那個全序部的次長 還有這個人事總局的 他做成一個正式的書面 但是那些書面的回答 不是 沒有書面的 就零零星星的徵詢的回答 沒有辦法做總體的說 要全序部一次把事情說清楚 這個到底有沒有 所以其中的委員就要求說 全序部你乾脆做一個 整體的書面的回答 到底這個有沒有違法 沒有做 所以我認為我的第一條件 這個要做 還有第二 我其實認為管爺 管爺應該要 你好幾次你都不來 你應該講 如果那麼光明正在 沒有什麼不可以講的 你看他昨天這個 這個談論案出來以後 他講說什麼 我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是下面四個字 前面是說要好好用名詞 好像他的意思就是名詞 小心用詞 小心用詞 我也搞不懂 我也搞不懂小心用詞 到底誰 誰沒有小心用詞 哪一個詞用錯了 媒體問他 然後他就直接講違法這兩位 我認為身為台大校長 小心用詞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我聽懂 小心用詞很多人聽不懂 所以我認為 第一回答我的結論 就是說第一管爺你說明 第二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權勢部 權勢部做一個書面的 他之前就說明過了 沒有沒有 書面沒有 他沒有做錯 所以說管中民說明過了 我跟你講這兩個如果都做了 我就告訴你我的答案 所以你講這麼多 你告訴我們說 你不要告訴我們的意見 我跟你講 他要聽權勢部的解釋完之後 他要表達你的意見 你不覺得這個暗示有多難嗎 一旦進入到完全是政治 就是佔80%以上的血窩裡頭 你說你沒有辦法評論誰對誰錯 是這個意思嗎 我當然有一點 其實我每天都在 這個好長一段時間 你每天都在改 我其實都有點搖擺 因為我要看當事人 還有看這些要指責他的人 他們的講法 他們的立場 到底有多站得住腳 所以我沒有辦法 永遠說站在管爺這邊 或是反他一邊 那我就變成跟大家一樣了 我其實我都在看 但是到昨天這個演變 我其實真的真的覺得說 連監察委員都沒有把 他們自己想要講的東西 或是哪些人也犯了同樣的東西 都很坦白的告訴全國人民 連這個他們都有機會 他們都有估計 他們都不要講 那這個不是 不值得評論 他們沒有調查 他們沒有辦法調查 在剛才那兩個條件成立之前 我們都當作你沒有評論這件事情 那兩個條件成立之後 他講很久 不是 我評論不評論都沒什麼用 因為你等於沒評論 我們都會突然說 我們會兒都會調查 他對這件事情 我們會離開 我們會兒都會考察 每天都會以為 我們都會一直到達 互相這個事情 我們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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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們要學到